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正月21号2018年 大家在主里平安 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在新的地球看到的 OK,那在12月就是上个月的17号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第一眼就是看到一个异象 看到异象是一个通道 OK,就是雅各的楼梯也可以讲雅各的楼梯 就在创制里面有讲到雅各的楼梯 就是一个去天坛的道路 OK,一个portal 这次我看到是蛮大的 是蛮大,通常看起来比较小 这17号,12月17号那天看到很大 很大,比通常会大了 比通常会大了整十倍这样 那它那个通道呢 或者是去天路呢 OK,它在里面有彩虹的颜色 那它有七个角 七个角在里面那个 OK,不是里面 是外面的有七个角 通常我们讲六个角,四个角 好像星星有 OK,就好像三角形有三个角 OK,四角形有四个角 这个是七个角 七个角 OK,七个角的 OK,七个角度 而且有七个 就是七个角就好了 OK,感谢主 这个通道呢 我就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她在报道,OK,报道 报道,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说 新的地球在下雪 OK,新的地球下雪 那她的背后呢 我可以看到 雪一直在飘下来 飘下来,飘下来 满地都是雪 OK,那她广播的时候 我听不到声音 但是我知道她广播什么 然后呢,她广播好了之后呢 这个电台 这个女孩子就不见了 消失了 但是就看到主耶稣的脸 就傍身这样 看到她的脸跟她的傍身 OK,主耶稣看了之后 就这个 这个意向就没有了 那我呢 过灯 我早餐吃好了 还是准备好了 那神就带我去看 又就回去 这个新的地球 去到那边呢 我看到满地都是雪 满地都是雪 但是到了一个地方 一条街 一条街在右边呢 就没有雪 左边呢就有雪 那小孩子们就在亡雪 OK,也有这个 那个狗拉着的那个 好像圣诞老人坐着那个车子这样 OK,在拉 小孩子坐在里面 OK,在亡雪 好,那我呢 后来又到 OK,后来就看到几个人 尤其是一个妇女 OK,还有其他人 就是一排这样给我看到 但是中间有 有一个最明显的 就是一个姐妹 OK 她呢 她的雪 在她的头上 在她的脸上 在她的身体上 但是都不冷的 她还穿着那个短袖 短袖的裙子 OK 短袖的衣服 然后呢 她还跟我笑笑 OK,跟我笑笑 然后就用手推这个雪 OK 这样 拨开这样 就是不冷的 OK 穿当件 当件衣服 都没问题的 后来呢 我也又到了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街道 比较大的街道 充满着雪 那有一架 大驾车 就是来 长雪的车 不是长雪 就拿雪的啦 也可以讲 长雪的车在那边 那是我突然间看到 很多 很多男生 就跑出来 拿着长雪的 这长雪的东西 OK 挡雪的干嘛 长雪的 拿出来 每一个人尝一下 都什么雪都没有啦 OK 真的很感谢主 那在18号那天 那天下雪是 17号星期之 18号是星期一 星期一的时候 我的灵又到那个通道啦 这个corridor 然后我看过去呢 是树 叶子 有一点湿湿的下过雨 然后我又看到 少年人在那边玩球 之后呢 我过去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地上 是有下过雨 下过雨这样 当时不是一场大雨啦 只是 就是浇 浇水这样 浇树木啊 浇 一些 一些蔬菜啊 这些 足够 浇水 这样 OK 非常感谢主 17号的晚间 17号的晚间 因为我这样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所以17号的晚间 我要睡觉的时候 不只是睡觉 到17号那天 我的 到新的地球 我的眼睛张大大 都能够看得到 OK 也看到我在这边 一下子又看到那边了 所以在晚间的时候 很迟啦 我要睡觉 真的很累啦 要睡觉的时候 我就怎样 就看到我的眼前 在新地球的弟兄姐妹们 OK 然后他们走过来看我 怎么我会在那边呢 一直看我 然后有些就很接近我 如果太接近我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到 他们跟我同在 在这个地球 OK 会感觉到 有人就是在我旁边这样 OK 就是在我旁边 然后他们一直在看着我 那时候我相信 我在新的地球 也在这个地球 OK 两边 两边 OK 然后因为我太累了 我用 我用那个被子 盖住我的眼睛 盖住我的脸 我还是看到他们 然后跟主说 主啊 我真的很累了 然后主就给我 睡了一场 非常舒服的一场 脚 OK 就睡得很好 那一天晚上 还有另外一个情景 就是在 12月16号 星期六那天 OK 我又到新的地球 到新的地球呢 我就高高这样看下去 OK 高高这样看下去 好像在一个沙漠这样 因为有很多势头 又有很多小山坡 OK 我就看到 一大群人在那边 好像在军兵操作这样 然后神跟我讲 有三百个这样 我看下去就有三百个了 然后 他们跑的时候 跑的时候就像马这样 跑到很快 跑到很快 然后 神跟我讲说 他们在准备 这个末子的战争 就是阿姆基顿 OK 阿姆基顿 我忘记找华语什么意思了 就在骑士路里面 OK 那么他继续跟我讲说 我的子儿 阿兵跟阿俊 还有我呢 跟其他圣者呢 都会一起参加 一起来打 这个最后的战争 OK 阿姆基顿 当主耶稣 跟他的圣徒们 天军们来的时候 打最后的战争 叫阿姆基顿 那大家可以进去 骑士路第十六章 十二节到十六节 OK 那我现在就读 骑士路第十六章 第十五节 OK 我是看英语的圣经 当时我就大概讲一下 十六章第十五节 讲什么 骑士路里面 是讲 看啊 我未来就像贼一样 OK 那些人有准备好 等候我来的 就得福了 OK 那些人 他们的衣服 准备好了 他们 当我来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惭愧 OK 就不会 没有衣裳 就不会露体了 OK 就不会露体 所以感谢主 我们要 热烈等候主耶稣 不要让主耶稣 等候着我们 还有那些 如果是留下来的 千万不要失望 你继续仰望主耶稣 要记得 这个一次的 被提 最重要的是 被提这些小孩子 跟baby们 还有这些圣徒 已经准备好的 OK 已经准备好的 因为 这件事情 毕竟要发生 要不然 教会还在睡觉 OK 这个世界的人 还在世界里迷糊 OK 被这个世界迷糊了 看不到神 OK 感觉不到神 也没有信给神 OK 这些都是 internet youtube 出去吃喝玩乐 这些 没有把神 放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主耶稣 要在我们的心里 OK 就是主耶稣 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爱 OK 也是 就是说 每天 我们都要亲近主 都要好好来 赞美主 来爱主 Amen 接下来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12月16号的时候 我看到天上 有两个大战争 OK 两个大战争 就在 《奇事录》12章里面 所讲的 尤其是第七节到第九节 那之后呢 因为我有参与 在里面也参与 那这些 因为这个见证 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就不分享了 就不讲太多 大概之前 我有讲一点点 当时呢 之后 这两个大战争之后呢 我就见到 我的左边 右边 就有这个铁门 OK 铁杆的门 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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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就联合起来 就叹一声 就联合起来 成了一个 完整的铁杆门 OK 铁杆门 好像 通常我们这个叫做 Stainless Steel的铁杆门 OK 然后呢 就保护着我 那我 好多个 最少有上四次了 最少有上四次 看到铁门的外面 有这个 敌人 敌人就撒到魔鬼了 OK 看到他们就像 黑云一下 黑云或者是 黑烟这样在外面 它是有形状的 OK 在等着要攻击我 在等着要攻击我 当他们走进这个铁杆门 走进我的时候 那个在铁杆门呢 就有比较小的铁杆 OK 比较小的铁杆 就保护着我 保护着我 那些东西走到哪里 它就保护着我 不要被这些东西来净害我 OK 所以大家要记得 神都有保护 都有保护 我们进入 如果进入 四边九十一边 四边九十一 就是神答应我们 给我们保护的 OK 给我们保护 所以大家 做个虔诚的基督徒 神一定保护 天经 天经天使们都保护着你 所以 跟从神 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千万不要放弃 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 有时候 我们会经过很痛苦的日子 但是不要忘记 主耶稣也经过 非常痛苦的日子 他 他都成过 我们也要 像他一样 好不好 也记得月博 在月博记里面 OK 就算怎样 我们还是要 有时候会觉得 很难去感恩 但是你要知道 凡是神都有 他的旨意 OK 都有他的旨意 他一定会 带我们走过的 而且会背着我们走过的 这是真实的话 希望大家 把他记下来 OK 好好爱主耶稣 好好珍惜他 好好地爱我们的天父天子圣灵 Ame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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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